阿面大老师我们来看看哪些星座的人 越吃越好命 好那我们今天从星盘当中的太阳月亮 跟上升星座来看看 哪些星座特质的朋友呢 越吃反而会越好命 大家应该都很想上榜吧 第三名呢我们说如果有落在 双鱼座的朋友 因为呢能接地气 而且可以让我们更接近完成梦想 先讲哦很多双鱼座的朋友 我们常会觉得怎么样 女生很像这种仙女一样 男人很像那种仙子一样 就是说他们都有一种不接地气 对不对 好像那种这种吸空气 还是喝露水就会饱 就能活下去的 好这种这种特质 然后呢他们往往也会很有自己的一个人生的梦想 那么透过食物 为什么讲食物呢 因为食物实际对我们人来说 是非常的什么具象的一个东西 对不对 你吃任何不管是青菜啦 或者是这个任何的这种肉类的 它都是从什么 就是很具体的你要吃进去 或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 所以双鱼座特质墙的朋友 其实借由这种饮食 特别是你要去定时定量的吃东西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的很多想法 在这种很实际的生活层面落实出来 好所以越吃会越好命 是能够越让自己提醒自己 我种种的梦想 种种的渴望 怎么很实际的呈现出来 可以帮助我们这样有加分的效果 第二名呢我们说是巨蟹座的朋友 因为透过美食可以广结桃花 其实你想哦 现代人其实不只是要吃得多 我们更要吃得好 对不对 所以巨蟹座的人 你看假设是单身 或是在一段这种感情世界当中 两个人相处的时候 自己做出什么什么好吃的蛋糕 很健康的饮食 其实可以替我们的情感加分的 那你说在这种朋友之间 或是公司里面 没事我带一些这种什么 哪里很健康 或是很好吃的美食 跟同事分享 其实自己的人缘也会越来的越好 所以我们说巨蟹座的朋友 透过吃而且懂得吃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的桃花运更棒的 第一名呢我们说就要恭喜 金牛座的朋友 因为享受人生可以展现自信 强强的这个太阳金牛 也有上榜了 其实我们讲很多星座朋友的人 是什么 是拥有自信可以享受人生 对不对 但是金牛座刚好相反哦 他们要能够享受人生 反而会可以更有自信 怎么说 其实很多金牛座的人 像强强好了 你不管我们看外表怎么样 有时候其实我们对于自己 面前的工作 或是很多事情 是非常勤勉 非常认真在做的 那这种那么认真努力的一个 一个原因是 他们可能带有一点点的不自信 可是当他们懂得什么 利用生活当中的种种事物 来享受人生的时候 他们会慢慢透过享受的过程 而对自己产生真正的自信 那我们对现代人来说啦 食物 特别是美食 其实是最容易得到的一种享受 对不对 所以透过这种吃东西 对金牛座来说 他们越吃会运气越好 特别像强强 我们身为女艺人 其实有时候真的是 身材形象要保持住 可是如果真的有秘密武器 他觉得不用担心啊 对不对 反正我有这种秘密武器 我可以尽情的享受好吃的 该吃的 能吃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过程 自己觉得自己会吃的好东西 用的好 然后自信也出来了 整个运气都会有提升 所以这就属于 越吃越好名的新作朋友